当地的这个买气很旺 不过天气很冷 冷气还发威 在今天二月八假期 最后一天呢 今天中午和欢山开始下雪了 从昆阳到五岭一带 积雪将近五公分 上山的民众虽然说惊喜万分 但是因为不在预期中 没有准备 现场出现了不少车辆打滑受困 欢山再度飘起白雪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 可是难得的初体验 平时看大雪就不要去北 去那个日本的 很兴奋啊 耶 但这也穿太少了 一件牛仔裤 薄薄外套就冲创山 因为很多人都像他们一样 下雪全在意料之外 很意外 我们路上才知道下雪 对啊 人冷到了 车也被堵到了 因为大雪来得太突然 轮胎全没上雪链 就地停车绑雪链 至少40辆汽车 全堵在一块 激雪加上路面结冰 车子打滑 显向还生 二二八廉价最后一天 冷气团持续发威 山下湿冷 和欢山上谷开始飘雪 昆阳到五岭积雪 大约2到5公分 傍晚5点过后 翠峰开始管制 车辆不能进出 也使得隔天 就要返回工作岗位的游客 因为下不了山 心急得不得了 中文新闻周大祥 南投采访报导 有一本